百想大赏终于落下帷幕,但却因为这次颁奖里的名场面实在太多,导致相关话题的讨论度持续飙升。 玄冰和孙艺珍无疑是这次颁奖里最大的看点,粉丝们都希望两个人可以持续发堂。 不过这次孙艺珍倒是没有与玄冰热情互动,反而和自己的老搭档丁海银在会场热聊了起来。 而当晚最大的亮点,旗帜要数因没有获奖,而被气到飙赃化的综艺明星安英美。 一年一度的百想大赏日前在韩举行,由于这是在特殊时期举办的活动,所以主办方不仅没有邀请观众到场,甚至就连明星们的座位都间隔开好几米。 这也导致2020年的百想大赏少了很多互动,不少粉丝都直言有些失望。 但如果自己粉的CP能够同台领奖,则要另当别论了,玄冰和孙艺珍就是如此。 玄冰和孙艺珍在百想大赏开始之前,就已经分别获得了网络票选的最受欢迎的男女演员大奖。 两个人自然是要同台领奖的。 这也是玄冰和孙艺珍在爱的迫降,结束两个多月之后的首次同框,自然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。 但遗憾的是,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互动之外,玄冰和孙艺珍似乎都有意避嫌,并没有和对方有太多的交流。 有粉丝干脆脑洞大开直言,玄冰和孙艺珍或许正是因为戏外感情太好,所以才不想让大家看出端倪,我们都懂。 但也有粉丝认为玄冰和孙艺珍就是普通朋友,他们也不想让大家一直误会,所以才会刻意在公开场合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不过同样是孙艺珍曾经的搭档,丁海音则要坦然很多。 丁海音当天也出席了颁奖礼,她看到孙艺珍之后还主动上前聊天,这也让看过《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》的剧迷们兴奋不已。 要知道在《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》播出之后,也有不少粉丝希望孙艺珍能和丁海音在一起,两个人还曾合体参加过不少活动。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丁海音拍新剧,孙艺珍与玄冰合作之后才结束。 而这次孙艺珍抛下身边的玄冰而丁海音热聊,反而让大家感到迷惑。 但就像粉丝们所说的那样,孙艺珍与玄冰和丁海音都是合作伙伴,在剧集播出期间一起合体,为剧集做宣传是情侣之中的事情。 可如果剧迷们迟迟无法熟悉,明星们难免要注意保持距离。 或是等到剧集的热度降下来之后,孙艺珍也可以像对待丁海音一样去主动和玄冰交谈。 虽然玄冰、孙艺珍、丁海音的故事很有吸引力,但这也不是白想大赏唯一的看点。 当天还有在《拥抱太阳的月亮》播出八年之后再度合体的金玉珍和认识完。 两个人一起走了红毯,而这部剧的男主角金秀贤也在现场,这也唤起了很多人的追剧记忆。 此外,江和娜和金喜爱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大奖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,尤其是江和娜。 金喜爱获奖其实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,但江和娜却是凭借在退伍之后首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。 从玄冰、朴旭郡和南宫敏等人的手中拿到了大奖,这样的结果显然充满戏剧性。 但很快江和娜获奖的风头就被安英美抢了过去。 参与综艺评选的安英美在得知自己没能获奖之后,竟然脱口而出了一句脏话,这也让网友们大为震惊。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对安英美的做法感到理解,而她本身就是综艺明星,也并没有偶像包袱。 所以这件事情非但没有影响她的口碑,马上让她成为全场的焦点。 最重要的是,虽然安英美没有获奖,但是她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还是获得了一致的认可。 这样看来,安英美或许才是真的赢家。 接下来我们来说EXO被曝曾遭私生犯欺骗,车牌被人偷偷复制,成员差点坐上假车。 随着饭圈文化逐渐变得主流化,私生一词也慢慢进入大家的视野。 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什么是私生,它是一种错误的追星方式,无视艺人的隐私和尊严,以爱之名用跟踪、偷拍等手段满足私欲。 对于普通粉丝和明星来说,私生非常可怕。 同时,他们也用种种极端的行为破坏着社会治安。 近日,又有一名网友爆料了韩国的私生行径。 这次的受害者是韩国男团EXO。 据网友爆料,私生犯特意复制了EXO经纪公司的车牌,伪装成工作人员在停车场等待成员上钩。 当时EXO的成员们刚刚结束通告,根本没注意到危险,差点就坐上冒牌车辆。 幸好经纪人发现了不对劲,阻止了大家,才避免了危险的后果。 不少网友看到这则爆料之后,都表示细思极恐,没想到私生犯已经无孔不入到这种地步。 的确,这个私生犯想出的方法实在太聪明了,利用成员们工作之后疲倦的心理, 差点就让他们上当受骗。 可是,他们也忽略了自身的行为,早已超越法律界限, 私自复制更改车牌后原本就违反了交通法规。 用欺骗的手法来接触明星更是可怕。 然而,面对私生犯,艺人和普通粉丝早已做出无数努力,不断呼吁大众理智追星, 但从EXO成员并非第一次遭遇私生行为也看得出,手效甚微。 根据以往的报道,EXO成员中编拨贤、朴灿烈、吴世勋、金志勉都遭遇过私人信息的泄露, 其中电话号码外泄对他们的影响最严重。 成员们抱怨过私生犯的来电和短信过多,导致他们错过与重要的人联络。 直到现在,网络上还能搜得到吴世勋与私生犯的电话录音。 虽然被骚扰,但吴世勋的态度却很有礼貌,只是劝告对方不要再打电话。 然而私生犯的态度却很无畏,甚至将电话录音公布出来, 似乎并不在意偶像是否会受到影响。 还有队长金俊勉,他遭遇的私生犯非常奇葩,选择在他直播时疯狂来电。 金俊勉拜托对方不要打扰自己的工作,然而却没有什么用。 其实五月份的时候,EXO成员边伯贤才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过被私生犯跟踪的消息。 他发现自家楼层里有两个私生犯等候,害怕得身体发麻。 边伯贤形容自己的感受时,用了痛苦二字。 最后他请求看到动态的私生犯们,守护他的私生活。 或许是为了避免粉丝担心,边伯贤还温柔地回复大家,表示要以更好的状态面对明天。 另外,EXO的前成员陆寒、黄子涛也遇到过私生犯,他们的态度比韩国成员更强硬。 陆寒甚至直接在社交平台开怼,曝光了私生犯理直气壮跟踪尾随的事,也让私生犯这个话题受到更多人的关注。 然而无论是温和的态度,还是严厉的批评,都没有断绝这类行为。 私生行为甚至呈现愈演愈立之事。 如今,曝光在网络上的私生犯言行只是少数,还有大量极端追星手段被艺人们默默忍受下来。 其实私生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艺人,他们的举动还传递了错误的价值观。 让更多三观不成熟的追星族们把窥思习以为常。 最重要的是,极端的追星方法是很危险的。 比如TFBOYS遭遇过追车,东方神起遇到过私宅被闯,就连歌手杨坤都曾被私生犯堵在家里不敢出门。 因此,抵制私生应该是范轩共同承担的责任。 不仅仅要呼吁放弃错误的追星手段,或许只有让私生行为受到严惩,才能彻底遏制私生行为。 而在一些人的眼里,他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,遭到死亡威胁大家都很害怕,尤其是国内的粉丝,情况太恶劣了。 经纪公司也称会保护好艺人的人身安全。 不过大家在意的是,美丽的小姐姐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? 私生太可恶了。 有的人追星让自己变成了很优秀的人,而有的人追星变得满身力气,觉得全世界只有他为自己的偶像着想了。 还有的做私生是为了利益,觉得明星身上有值钱的新闻,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,这种风气都是不正确的。 还是希望大家理智追星,别打扰偶像的私生活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谢谢。